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老四推車 新車時間又到了 好 今天來到現場 2024年的 總共有它 Camry 2.0 汽油旗艦版 新車售價110.9 汽油跟油電版各有兩個規格 2.0 汽油豪華 98.5萬 2.0 汽油旗艦110.9萬 2.5 的油電尊絕版 112.9萬 還有一個125.9萬 是2.5 的油電旗艦版 那這次我們所選擇的是 汽油的旗艦版110.9萬 為什麼不買油電了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2.5 的油電 要等車等很久 那時候業務跟我講說 是這個 要等三到六個月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是突發奇想 跟SWIFE一樣 那一天我們是跟阿平去吃 魚丸湯是不是 草米粉的時候 那個也是 剛停要的那個時候 就差不多跟SWIFE那時候 一個是在吃麵線 一個是在吃草米粉的時候買的 草米粉吃一吃 我就打給業務 欸 你卡姆裡有車嗎 他說 欸 師哥現在沒車 我說啊 煩欸 沒車 我現在閒閒的 沒事幹 手上有點閒錢 聽起來很像美國來的表哥有沒有 有錢要投資 不知道花去哪裡 那種感覺 很積極勒 過沒三分鐘 打來說 欸 小師哥 我剛查電腦 還有一台黑色的 下禮拜就能領 好 來來來 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好 不知道是不是被畫素 其實那個倉庫裡面還有一堆 哈哈哈哈 要趕快訂 要不然就沒了 他說這個月底要領牌 一定要領牌 怎樣怎樣怎樣 好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被旋轉了 哈哈哈哈 還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會買汽油的 其實呢 我算了一下 我認為買油電 未必理想 我沒有去看其他人的試駕影片 我自己算了一下 我認為 我是比較 趨向於買汽油款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這一次的這個車子 長什麼樣子 大家是不是比較喜歡 小師的節奏 啊 對 我看觀眾朋友 留很多 那個庫格的留言很多啊 不是 我跟大家講 這個 等一下再講好了 我們先看車 首先看一下車頭 這就黑啊 Puris Curang 差不多 這很像烘魚 還是什麼鯊 雙濟鯊 雙濟鯊是什麼東西 有這種動物 雙濟鯊造型 結合橫條 靈格紋網狀 新式樣水相互照 對 靈格紋這個 以及寬闊的下進氣怕 展現出強烈的侵略性 還可以接受啦 坦白講認真講 講好話是不是又要被說收錢 不能講好話 不是 別人可以我不行 哈哈哈 我講好話就是 有哪好處 不是啊 欸 我也想當好人欸 CD Pro 2 我會想賣幾台CD Pro 2 好 剛出來的時候覺得怪怪的 看久了好像看著看著 也還OK啦 然後看到網路一些日規啊 改造一下 其實還滿有殺氣的 還滿帥的 車頭啊 我們看到有四個雷達 這裡可以看到 這呀 拿普龍 神奇名拿普隆 拿普隆就是 保麗隆的升級版就對了 類似這個神奇寶貝 你如果傑尼龜的進化 要叫什麼 傑尼龜進化叫什麼 水箭龜喔 對啊 你說傑尼龜會被尿喔 你知道嗎 其實長得就是保麗隆一樣 只是說它是密度比較高的 我們順口說保麗隆 沒有 那叫拿普隆 一點都不專業 這也敢跟人家出來拍片 不是 為什麼會做到 不行 什麼 我也要當好人 我們要當好人 如果這個拿普隆 不要做得這麼明顯 就更好了 這個是什麼啦 不會啊 它有擋到啦 它這邊有做飾板啊 你看太細了 我看太細了 我看太細 你確定 你自己來來來來 你的車這樣 你有辦法接受 不是 我們輕輕帶過就好 講太久好像 講太久好像越刻意對不對 太刻意了 對 我們要再輕輕帶過 你把它剪成大概3秒到5秒 時間就好 惡魔剪輯就是這樣嘛 我們這一段 如果放這個3分鐘 就沒收剪嘛 放3秒鐘 就是有收嘛 放15秒就收一點點 看它預算到哪 看誠意到哪裡 看誠意到哪裡 時間都放到哪裡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是沒有劇本的對不對 沒有 我一開始站在那邊 我沒有撩到一開始就這樣 我以為這一集會很無聊 我眼淚留下來 不是我一蹲下來 然後手一動就看到這邊在動 我看我有什麼辦法 靠腰啊 我之前沒有發現 天啊 不能細看 不要細看 不能 燈要關起來 就是這樣嗎 都不能開燈 早上睡醒前還趕快離開 不能一起吃早餐這樣 先不要先不要 好久久 好久久 我擦一下眼淚 好好笑 我快不行了 好啦 然後 霧燈嘛對不對 現在很多車都做這麼小的霧燈 因為現在的那個燈具都很進化 那個亮度啊 照明度都很高了 所以已經不需要做到很大吧了 所以我覺得小小的 反而可以提升它的這個 整個設計感跟質感 達到功能性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整體看起來我覺得還蠻素雅 蠻有殺氣的 它日行燈是C型對不對 然後這邊左右各有兩個 小小的 類似魚眼的一個大燈 我覺得它這台車啊 整體的車 看起來跟上次Swift一樣 都說大改款對不對 我先說 我覺得看起來 整個車子的樣子啊 根本就像小改款 你把規格弄出來 只有車長多一點點而已 其他都一樣 跟上一代都一樣 軸距也一樣 軸距也一樣 差不多時間交Swift 跟Camry兩台擺著 我怎麼看 我就覺得這兩台車嗎 根本就出來便吃便喝 看我覺得這兩台車怎麼看 我都覺得是小改款 但是都跟我說是大改款 但是都跟我說是大改款 我覺得Swift 純粹是真的認真衝動啦 那Camry在衝動之餘呢 其實是還有一個原因是說 我認為它這次的整個規格出來 配備出來 售價出來 是讓我覺得非常的有吸引力的 真的蠻想要來試試看的 我們來買 胎皮的尺寸 2354518 雙色的切削 那我覺得一樣是打一個 這個安全牌的一個鋁圈的樣式 Toyota 胎皮還是會給你稍微厚一點點 因為它追求的是舒適度 所以它的胎皮你會覺得 你看從側面看起來很像鐵片圈 然後這次又就是沒有天窗的 那一樣搭配的是這個摸門的系統 你看喔跟上一代真的差沒有很多 上一代就是把這個補起來而已 對我覺得就是挖空而已 對不對就把中間這裡挖空而已對不對 對啊 你把這裡補滿 靠腰就跟我們上一代那個一樣啊 90%一樣 我覺得 然後連這個後箱蓋的這個斜度啊 我覺得都差不多 不像大開款 整個角度我覺得都好像好像好像 你就順便看一下後車廂 不能從這邊開喔 真的耶 可以可以可以 在最右邊 有個小小的按鈕 它做了一個很小的按鈕在這邊右邊 後車廂很深吧 因為它車長很長嘛 4920 4米9的一個車長 它用這個保麗龍 然後補胎計 後面有一個反光牌 所以它後面有64的一個傾倒的裝置 好中規中矩啦 那用料就是 欸其實 坦白說啦 看這個價錢 看到前面看到保麗龍可以接受 可以吧 拿普龍拿普龍 好不好 好 聲音有一些些空洞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內裝 我覺得蠻有趣的一個點啊 就是他們這個車子的設計啊 現在雖然你看它車頂雖然是軟的對不對 那剛剛我測試它的後車廂蓋雖然也是輕軟的對不對 它的引擎蓋 跟它現在車門 它的車門現在變得很沉 它的車門很沉 它後座呢 是沉嗎 也是 不知道是因為說它屬於中型房車 或者是說 有一點接近這個 Lessus的這種做法 所以其實 我認為 它的這個門啊 開門 開關門的這個整個質感是很紮實 這一點我倒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我覺得還是蠻有趣的 這個我老是看不習慣 就是這個拉開我覺得好難看 我不太能接受 你把它切開我都還比較難接受 就是你把這個鎖坐在裡面 然後把手這樣分開到一一是什麼 有些車是這邊切一段嘛 那你拉就拉把手 對啊 手留在原地 軟質塑膠 皮革 皮革 硬塑膠 硬塑膠 塑膠 塑膠 OK 隔音的膠條我看一下 隔音的膠條有雙層 下面也有 B柱的話它只有上緣 下緣就沒有了 這邊就沒有了 我看起來它這個隔音的用料 我覺得算中等了 甚至它也沒有一些紫絨毛 你看像我們一些福特的車系 這邊就會紫絨毛 減少一些摩擦的聲響 這邊有一個飲料杯架 不過是放鞋的 阿中控的部分呢 有帶燈 沒有帶燈其實很麻煩 SWIFT沒有帶燈 SWIFT我那天晚上開啊 你連要找解鎖你都找不到 沒有價錢不一樣 不能這樣比啦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對晚上我要幫副駕解鎖 我找不到那個解鎖按鈕 就是要習慣啦 你熊熊要按 按不到 2.0氣油旗艦的話呢 駕駛座是八項電動椅 沒有記憶 副駕駛座只有四項 那如果是這個2.5的 就是雙八項記憶 OK它腰靠只有前後沒有高低喔 所以這個高度是不能調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高度不能調很奇怪 因為每個人腰的高度不太一樣 所以它就這樣頂 所以它頂出來到底是你的腰還是你的胸 對其實不太一樣 皮椅呢中間有打動 但是應該沒有通風啊 我是沒有看我看一下 有耶好像有通風 我看一下 喔有耶 欸配配那麼好喔 通風耶 雙通風耶 有沒有你看 我就說這一次的那個規格出來就很想買 兩個都是12.3吋喔 中央的液晶控制螢幕跟這個儀表板 都是12.3吋的 來我們首先呢 看一下它這一次 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設計 就是在副駕駛座這邊有做一個 很像橋拱橋的形狀 欸我在那個端音音啊 有看外國人用手這樣 啪把這整個拆下來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我有拉拉看是不是很鬆 欸真的耶 會動有沒有 欸 欸真的耶 真的可以拆 啊拆下來長怎樣 欸 這麼好拆喔 我以為它糊爛的耶 哇就這樣拆掉了耶 就這樣就下來了耶 很好拆 嘿嘿嘿嘿嘿 方便啊方便 好喔 就代表說這個車就是你以後要維修很好修 又很方便 不會有那種很難拆啊 一拆就斷腳啊 造成那種很難維修的那個狀況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設計呢 就是新奇的造型 蠻特別的 有些像那種K書中心啊 還是網咖啊 還有那種隔板 還有那種隔板 還有那種隔板的感覺 而且呢這邊有三個Type-C Apple CarPlay是無線的 Android Auto是有線的 然後這邊呢它有一個無線充電盤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盒子 喔這個最棒我最喜歡的 有兩個杯架 那當然AutoHaul也有 還有這個電子手下車 然後這邊的雙區恆溫系統 那當然啦 2.5的旗艦板呢 比較屌的就是後座的中央 有一個中央控制的一個面板 還有三區恆溫 而且後座的那個椅子 還可以調椅背 輕斜 但雖然輕斜角度沒有很大 但是那是意義上的嘛 就是讓你覺得自己很像老闆有沒有 可以扛錯一些事情 你懂那種感覺 其實你只能這樣 扛一點點 你就覺得很爽 那個叫爽度上面的差異啦 爽度上遠遠超過於真正的爽 好吧 所以汽油的頂級 就沒有後面的中央扶手那些控制 所以只有雙區恆溫空調 那它這邊呢 就用了這個大量的鋼琴烤漆的修飾 還有銀色的這個烤漆的修飾 這邊都有做一些皮革 那這邊呢 也做了有點像線板一樣的這個 出風口的修飾 那方向盤的 電動的喔 對啊電動的 配得很好啊 這電動的耶 這下放你知道嗎 這Lasus下放耶 你知道嗎 這依然Lasus叫有的耶 差一個銀兵 是不是沒有銀兵 有耶 椅子沒有 椅子沒有 方向盤有 對 半套 為什麼弄一弄就好了 都到這裡了 因為它沒有記憶座椅啊 有記憶座椅就有了 應該有 整排燈 你知道那個燈亮起來 有密集恐懼症耶 也排太密 那個很像自行 你用WORD有沒有 自偶間距太近了 你要把那個間距 調寬一點 它全部黏在一起 好像蜈蚣耶 你知道嗎 這車比較牙甘耶 好長喔 這什麼鬼東西 這台車 都會讓我笑耶 A柱 V柱 C柱 跟這個天篷都是用黑色 這很棒喔 說好話 很棒 就用黑的就好了 我們說MG 我們也是說用黑的就好了 安全嘛 你就不會被尿了嘛 對不對 就用黑的 沒有人會說你什麼嘛 手套箱蠻小的 你看它這個就不錯 反光衣就放在手套箱 再次宣導好不好 這個不要放在後車廂 因為你發生 狀況 你就穿著再下車 我上次看那個外國人拆 沒想到 幹真的那麼好拆喔 它裡面是什麼 沒有啊 這其實就是一個飾板 其實它這個不要也沒關係 它只要用一塊面板弄起來 其實它真正 原本是這樣的 那它空間就會變大了 對啊 你空間就變大了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 裝置藝術而已 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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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黏一根香蕉在這邊也可以 你知道嗎 還是喝完的 一開罐 旅罐 在這邊也可以 這裝置藝術啊 滿好拆的耶 這算是一個公設而已耶 然後這個方向盤 好粗度我覺得適中 完全都沒有打動 三浮四方向盤 啊對 如果是油電旗艦的 這邊會有那個 TITLE顯示器 然後都是8氣囊 我覺得油電的跟這個版本 其實 配備差異真的沒有非常大 大部分的配備是差不多 就我剛剛講的 電動椅 抬頭跟後座那些控制鈕 散去很穩 輪圈大小也一樣 主被動也差不多 氣囊也一樣8顆 好像你都沒有天窗 好像差不多都是這樣 喔冷氣好冷喔 你看頭髮頭就是冷氣冷 好 你看我下來就洗霧了 你看 好它的門開度 這次都做得非常的大 便利上下車 跑雞人 其實還是對我來說有點短 不過還OK啦 做到挺其實算還OK啦 中央扶手 我扶手喔 有吧 有啦 欸 是垂垂的 不至於吧 我雖然沒有買控制按鈕 你至少也不要讓我這樣吧 我最討厭就是這個 我每次 我不是只有尿本田喔 也不要讓我這樣垂垂的嘛 後座出風口 後面有兩個type C的充電器 兩個地圖帶 而且後面它沒有偷耶 它沒有偷做成布耶 它後面也是皮 好啦空間 算OK啦 中型房車一定要這樣吧 不算挺大啦 說實在話 你要說它非常大其實也沒有 但就是OK的 那寬度更OK啦 你看寬度其實很夠 做三個我是OK的 我這邊還有剩嘛 然後你看中間 其實它中間很寬啊 它滿寬的 對它其實真的滿寬的 所以這個是中型房車 這個給家庭用的是OK的 不過我現在聽到很多 很多的消費者 來看車的消費者 最常說的就是有點年紀的 這種上下車高低 其實是會造成麻煩的 對於一些長者來說 還有一些這個家庭抱小孩 有個彎腰起身 對 為什麼現在休旅車會 比較高的SUV或CUV 會賣比較好的原因 就是太多人會抱小孩也好 長者的蹲跟起來也好 所以現在大家比較會想要買 CUV跟SUV啦 所以造成現在的這個房車 越來越少 好不好 剩下就是上路啦 好不好 Let's go 它這次的車的長度又 又比上一代的還要長 上一代長度是4米8多 然後這一代是4米9多 應該差在保管的造型吧 對啊就是它的那個 設計的前後保管的長度 對還差一個環景 旗艦版的有環景 這個只有造車協議 影像還可以接受耶 模擬時速CVT 起步喔 穩重 對 它沒有模式可以選喔 2.5的油電的可以選擇 那個駕駛的模式 Ball啊什麼那些 它這個就沒有 但是它有手自排可以選 還有電子後照鏡 那個流媒體後照鏡 流媒體後照鏡 油電版的有流媒體後照鏡 我會覺得買2.0汽油旗艦的就好了 然後我們一頂級下去比齁 差了15萬對不對 應該不是說買2.0就好啦 我應該覺得說消費者應該去算 這個15萬 假設一年啊 一年你開15000公里 這個是平均二手車在算 雙北的居民一年會行駛的里程 那你假設我們買的是2.0的汽油版 它平均的油耗呢 是16公里 你一年跑15000公里來看的話呢 你一年呢 我們算平均15就好了 一年15000公里的話呢 你一年以15公里 一公升來算的話 你會用掉1000公升的油 那1000公升呢 以95來算30塊錢 就是花3萬塊的油錢 油電的油耗 那你如果買油電 你一年油錢就變15000公里 那10年是差15萬 那我們剛剛說了 剛好是不是就是這個 油電跟汽油頂級的一個車價才 但是這是開10年喔 可是還有稅金耶 那是2500的稅金耶 對不對 一個2000一個2000 對一個是2500的稅金 我還沒算 但是還有配備啊 這邊2.5配備比較好啊 你想說是比較好的配備啊 有好有壞對不對 但我說的是開10年喔 每個人一台車 是不是都開10年了 好所以我只是給大家一個方向就是 消費者你應該去算一下 第一個你平均你一台車 會開多久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油電其實在市區比較省 你還要考慮到你的使用方式 我們講了 油電多的那些配備 很多是在後座的部分 是不是都坐後座在用 還是說你是不是要給你後座的人享受 那你再先把它考慮進去 你在考慮你要不要去跟人家擠那個油電 好接下來我們來感受一下 我覺得這個油門拆起來就是有一點點的笨重啦 不太有力 有聽到那個辛苦的感覺吧 但隔音還不錯 風切聲的隔音啊 還有底盤的隔音抑制 挺不錯的 其實上一代就已經算還不錯了 但我覺得這一次的底盤的隔音抑制 又比起上一代的又更好 特別有感的是底盤 比較聲啊 聲音更安靜 高級車的氛圍感又更突顯出來 但是油門身材真的那個 就沒有高級車的感覺 油門不能身材啊 所以你如果是在這種順暢 不極加速的狀況之下 你像現在這樣的車流 然後是穩定的定速巡航 那的確會有那個高級車的氛圍感出現 舒舒服服的 不過有船的感覺喔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車會有一個那個 左右那種搖晃的微微的 微微的 有像美國車的那種 微微的這樣在晃的感覺 很微很微 它不是那種過坑洞的那種晃 它就是隨著你的那個地形起伏 然後整個車就是會微微的在那邊 隨著地形起伏在那邊晃 會冷的 對 對不對 蠻冷的 冷氣真的冷到會刺 皮膚會刺痛你知道嗎 然後今天天氣算熱 而且這個是完全行車是沒有隔熱子 沒有漏氣的 冷氣就是熱而已 好所以你如果油門不急踩的狀況之下 那它是可以很穩定的加速很順暢 你不聽到它的引擎濕吼聲的狀況之下 你會覺得這台車是一台 穩定的高級房車 開起來有一點以前的那種 美規的Camry的那種熟悉感 美式的調性的感覺 那油門一升踩就 連架感會出現 真的要踩一下嗎 對 因為它CVT CVT感覺就會出來 那加速速度是可以的 只是說它那個聲音出來 坦白說那個四缸 然後又加CVT 它那個運轉的品質的聲音 就沒有那麼的理想 底盤呢 坑洞的處理也都處理得很舒服 這就是真的是會慌 哇上山了耶 引擎會不會叫 我現在是青彩 假設我現在在家人 我可能就用這樣的速度上山 那聽起來不至於太難聽 青彩的話還好 對啊青彩還OK啊 好 我們再試一下 好你如果要讓它引擎 撕喉一下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車 叫我開快我也不太想 因為它這整個配重 就是一台房車 這個配重過彎 看起來也不會爽 它的煞車踏板偏硬 算線性 但是我覺得踩起來也是偏硬 你覺得你坐這車會暈車嗎 目前還沒有耶 而且它新車位也好像 沒有很重 對沒有很重 對啊好像沒有之前 其他TOYOTA的車重 我覺得這個車這個價錢真的 看我們覺得我們弄性太重了 因為現在東西也越來越貴了 現在真的車子越來越貴了 搞這個東西 讓我們覺得好像很便宜 現在1.5的都要賣到100萬去了 2000的賣這個價錢 然後給這些配備我覺得好棒 尤其我覺得最有感的是這個 電動的方向盤 還有通風椅 特別有感 給個通風多爽 我那個Area 從買來到現在這兩個 通風的座椅 都一直開著 沒有關過 所以我最有感的就是這個通風椅 然後這個電動方向盤 因為我認為電動的調整方向盤 雖然它不是一個你會很常用的東西 但是我的觀念就是有這個東西 是一台高級車才會有的 你仔細一回想 我們拍了那麼多車子 有電動調整方向盤車真的很少 那我認為這個是因為 Toyota跟Lazos 他們因為賣太好了 所以他們把這個東西 大量的生產採購 所以他們把這個技術 跟這個零件價錢壓得很低 所以他們可以把它做上來 對那其他的車廠 因為沒有數量 沒有辦法做這麼大 所以他沒有辦法 廣泛的用在他們的車上 所以對我來說 雖然它不常用 但是能夠做上來 我就覺得是一個很屌的事情 然後再來一個 它裝上來 賣這個價錢 所以當初它出來的時候 那個價錢一出來 我就覺得再跟上一代比起來 我記得它上一代 最後的2.5的一個 只剩下一個等級 尊爵的等級 是123萬 那這次是125嗎 那我覺得就幾乎 已經等於沒漲價了 跟配備這樣比起來的話 那上一代的汽油的版本 最後的終端的價格 我記得是108 然後這一次出來是1110 幾乎是等於是沒漲價 我發現其實 雖然我說它晃啊晃啊 底盤支撐性還可以 對其實還可以 在過關的 還是因為它 現在車還很新 我們現在這才 跑400多公里而已 支撐性還是可以的 我以為剛剛那個有幾個 汪威油輪胎應該要叫了 其實也沒叫 好啦 做個結論好了 這一次呢 我沒有料到 買了一台Camry 回來這麼開心 開心的點是在於說 我是覺得說 那個前面的寶桿 讓我那麼快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啊 我這樣試開了一下 我自己是滿給正面肯定的 我剛剛還有講到一個 油電版本 剛剛雖然講了這個 稅金啊 還有這個 你開多少公里數 跟它的車價的問題 油錢的差異性 我還忘記講一個最重要的情形 就是你未來 你還多了一個電池 有可能要花費的價錢 沒有計算到 這是為什麼 我會請 你想買油電車款的消費者 你要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真的需要買到油電去 這個是我的一個角度啦 但是我是推崇油電車款的人 但是我那個是在推崇是電車跟油電的比較 對不對 我覺得這都是你們可以去思考的 目前這個時機啊 我覺得是消費者 比較佔優勢的時代啊 就是這些車商 你如果不端出更好的牛肉 然後更便宜的東西 消費者是不見得會買單 然後我也是這個 傾向於說 各位消費者 你如果真的覺得啊 這些車廠誠意不夠啊 東西不夠便宜 你就不要買 他受不了 他就降價 他服務不好 後勤不好 你就不要買 就不要慘 看他能轉多久 他受不了他就降價 買東西買到要搶 搶到要配貨 配貨 買一台車還要配GR 還要配SUPER 還要綁約說不能轉賣 還要綁他的貸款 還要綁鍍膜 還要綁他的保險 綁他的租賃 有的沒的 買一台車 告訴我要買到這樣 因為現在我覺得消費者就是要更聰明一點 好不好 要靠大家的力量 然後他夠便宜我們再買 這一次呢 這是小事的試車分享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開起來呢 有TOYOTA以前的風範 甚至更好的 在各方面啊 我覺得都蠻順暢的 如果你是一個保守的人 不是喜歡開快車的人 站在家庭配備上面 我覺得該用的都用得到 你可以去感情試試看 看你的感覺 跟我是不是一樣 欸我這樣講 今天這一集拍起來 會不會又跟人家說 我們是不是又怎樣又怎樣 啊對 你要講那個 我要講那個喔 我真的喔 我後來想了一下 其實也不要再講那個 我本來有一點抓狂 我後來想一想嘛 酸民之所以會是酸民就是 你欸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不管怎麼樣就是 人家去這個新車公司 借了一台車來 我們總要給人家點面子 對不對 代客知道嘛 對不對 你看人家這個 簽了韓國車 自己的車來 我們也是 沒有把人家講得多差吧 他人家又前輩來 萬一害人家回去以後 人家新車車廠不借他的車怎麼辦 哈哈哈哈 你要前進一小時那邊 要看你以後不要來跟我借車了 對不對 我不是害人家沒放完 對不對 也不可以我不會跟人家說啊 這不是代客知道嗎 怎麼現在的年輕人 怎麼連那種基本的做人處事 到底跟代客知道都不懂了咧 這也難怪嘛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人家是在那邊打鍵盤 我後來想想其實是這樣 我就比較釋懷了 好啦沒事 反正我們這個人就是人很好嘛 不要再害人家那個了 已經很多來賓來我們這邊 好像都有上一些版面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最近我們是哪 小騎 小騎 小騎只有那個娘 小騎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賢騎 不是那個賢騎 不是我的人還不來 不是那個 我的人還不離開 不是那個小騎 駕駛拍完而已 也去給機車重 哈哈哈哈 百靈果圓也被洗一輪 也被洗一輪 蔡康永那個也才洗一輪 怎麼說這樣 為什麼 到底是我八字太硬還是怎樣 不一定 人家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對不對 人家降知名度又上升了 對啊 增加曝光度也不一定 不一定是不好的 對不對 好啦 反正這個以後 我們也是多多益善嘛 對不對 我們如果有多一點 這個來賓 多有一些不一樣的車 來我們頻道 跟大家分享也是好處 不然我們每次都要自己 花這個 你看我這台車現在拍完了 怎麼辦 我就問嘛 怎麼辦嘛 我們買110 怎麼辦 賣120 誰來買啊 小吃開過的 漲價 不要120 12就好小吃開過 多2萬就好了 看我人家買 不要說112啦 你超級感謝拉一下就好了 對吧 我現在沒有業配你拉 我去把上一集庫卡 那個ID找出來 看你有沒有這一集 你有沒有留言 你沒有賺錢 你贏的 你贏的 這集我看不完 不要再找這個來了 現在沒找了 你有沒有要付錢 沒有人說好話了 我前面那個保利龍說那麼久 不鼓勵我一下 看他把我這台110花下去了 怎麼辦 免費財都很大聲 你們這裡 跟你這些計較 他細胞不知道死多少 哈哈哈哈 這是庫卡也沒業配啊 也沒業配啊 對啊 只是借個車而已 也是沒有啊 我就說人家借車來 我們是不是要把人家講到多爛 不過那個車確實也沒多爛啊 那就奇怪了 我就說小事都不能當好人了 奇怪了 沒有當好人的命啊 這不能講好話 跟梁朝偉一樣 哈哈哈哈 細紫阿倫 哈哈哈哈 好啦 喜歡小事 我們這節目是什麼 喜歡老師特色的節目 記得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好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他貼了那麼多貼紙叫我請多包涵 我就多包涵 他有不包涵的東西 你也會冷啊 我會冷啊 我皮膩有點要溜下來 這邊都起一個大霧了你覺得咧 我這是為了要吹GoPro啊 都起一個大霧了 千萬不能在Toyota的車上死掉 那法醫來驗會死亡時間推測會有誤差 保存太好了 死亡時間推測法醫會有誤差